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段先生频道 我一咒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男子试图强拆朋友女友 结果被打成重伤的故事,富贵吉祥 铁牛是一名比较有名的音乐指挥家 最近因一场表演回到香港 很多年没和自己的朋友见面 大家的变化都非常大 但唯一没变的,便是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好友的帮助下,铁牛顺利召开记者招待会 然而性格比较老实的他 遇见了两个特别会耍赖的人 狗蛋和小美 狗蛋和小美二人是一对情侣 平时最爱做的,便是和朋友们一起行窃 将偷到的东西便宜转卖给别人 这次他俩的目标正是铁牛本牛 不过不是偷,而是勒索 狗蛋趁别人不注意,将铁牛的裤子弄脏 并且劝说他让他回房间换裤子 而小美则是利用铁牛的善意 谎称自己被仇人追杀 成功和铁牛一起回到房间 但铁牛换裤子时 他便做出和他有一腿的模样 让狗蛋记录下的全过程 一个没穿裤子的音乐家 一个做戏的年轻女子 这一幕被拍下来之后 怎么看怎么像是啪啪啪事后的场景 如果铁牛不想这些照片被散播出去的话 那他必须得拿出诚意 没个几万块,那说不过去吧 好在给他庆祝生日的朋友们 这时正好出现 狗蛋和小美才没有得逞 疯狂而逃 几天后,三人无意在超市遇见 铁牛再一次被他们戏耍 抢了钱包 当三方在警局吵得不可开交之时 小美偷偷和铁牛达成协议 如果她不继续追究钱包的事情 那之前拍下的照片便会回到她的手中 于是,铁牛立刻撤销之前的报案 谎称这是他俩之间闹着玩的 不过,他这一举动 让狗蛋的姐家花痕是不满 他一直都看不惯弟弟偷鸡摸狗的猎息 对于弟弟这个家境优渥,却和他同流合物的女友 他更是不满 尤其是小美的母亲 每当他们因某件事出现在警局时 小美的母亲总是将全部责任推卸给狗蛋 一边还要负责收买人心 他误以为这次也是因为小美母亲的贿赂 铁牛才会撤销报案 便对他冷眼想象 直到他们出警局之后 阿花和铁牛发生冲突 他才知道 原来他是因为有不雅照在狗蛋他们手中 才会选择稀释宁人 他向铁牛承诺 自己一定会从弟弟那儿拿到照片 并且归还于他 效率极高的他很快便将照片拿到手 并且还给了铁牛 看着舞台上正在排练的铁牛 阿花百般无聊 他实在是欣赏不来铁牛的音乐风格 将照片放下便走了 为了感谢阿花 铁牛本想邀请他来自己的演奏会现场 却被对方拒绝 不过阿花只是拒绝去现场而已 他可不想再次让自己的耳朵受折磨 还不如一起去KTV放纵心情呢 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 铁牛随阿花一同回家 却看见被他关起来的狗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阿花平时有自己的工作 无法坐到24小时监督弟弟 为了防止他再次行窃 他便将它关在家中 只要他没有不锈钢条根之类的工具 他便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内 等阿花给他送餐 可让他们想到的是 铁牛不久前刚给了狗蛋一把不锈钢的条根 等他发现的时候 狗蛋早就溜眉影 哪还找得到人 另一边小美被母亲关在家中 哪也不许去 但是看管他的人都是家里上年纪的佣人 哪里招架得住他的套路呢 离开家里之后 小美的第一件事便是黏着狗蛋 不巧的是 他想找的人并不在 只有他的朋友 朋友这人虽然比较好色 但还是知道 朋友欺不可欺这个道理的 不过习惯性打嘴炮的他 还是误为小美当作是要非理他的流氓 小美嘴里说着害怕 实际上已经将对方揍成猪头 正巧这时候狗蛋回来 听到女友说朋友飞离他之后 他二话不说 便和小美开启双人混打模式 将朋友打得亲妈都不认识 事后他们再次找上铁牛 他们将之前的一切意外 全部怪罪在铁牛身上 并且试图再次勒索他 可他们哪知道 铁牛平时爱好舞剑 想让他们吸取教训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酷炫的操作 根本不需要收买他们 并让他们主动拜铁牛为师 不再折腾一些有的没的 铁牛找山河花 和他兑现之前的承诺 去KTV听听阿花平时爱听的音乐 这距离近的哟 不对对方动心才有鬼呢 一日 阿花比铁牛出席了一场活动 因为一点小意外 他们提前离开现场 两人打闹期间 彼此都已发现对方的心意 并顺势永稳在一起 表明自己的心意 铁牛邀请阿花去现场 观看她的演奏会 这次阿花没有拒绝 虽然这音乐类型 她依旧不喜欢 但台上的人是她喜欢的人 这无聊的事情 也变得有些意义 然而演奏会的结束 意味着铁牛得离开香港 她很舍不得 两人这还没在一起几天呢 就要分别 铁牛同样也很舍不得 但还是暂时离开了 女友身边一段时间 这天阿花收到了铁牛最爱的那把宝剑 并且在狗蛋的指引之下 来到铁牛为她布置的 修理场演奏会现场 在这个之前阿花可从未想过 铁牛会在自己工作的汽车修理场做这事 更没想到她这样做是为了求婚 如此浪漫的求婚现场 只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说不过去吧 因此她在众人的祝福之下 答应了铁牛的求婚 影片到这里便迎来了结局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